原来,一只鹤正要将它的蛋给挖出来 它目睹了孩子被吃掉 这一刻它的眼里满是绝望 七魂被抽了三破,直接憋住了 估计正在后悔,刚刚跑到河里蹲饭吃 眼馋又嘴馋,憋了很久 就为食物游到它门口 看得出来,它刚才还很开心 鱼吃到了,早洗好了 一路上就插横小起了 它还没意识到,这一顿才是真的乐己生了悲 它一上岸,可能就后悔上岸了 可能更后悔,吃这顿饱饭了 但这个大圆盘子脸的鸟,显然知道利害关系 窝榻也不休,它把自己当作是屋顶 把孩子给压紧落,生怕孩子掉出去 孩子乐了怎么办,它千叮宁万嘱咐 儿啊,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我去给你抓叔叔 蹭的一下就飞去,它披荆斩棘 它翘无声息,记住它叫乌灵霄 它偏执一根筋,还有大脸盘子 虎年刚过,我有幸让大家一起见证 虎落平阳饿肚子 虎头虎脑被逼无奈 奋起捉鸳唇 它细嚼慢咽,反复咀嚼 舔着舌头假装吃饱饭 而这一顿之鱼,西伯利亚金建层 由如你吃饭,刚送了一勺到口中 就把泥丸给没收 她的心情,就不知道你能否体会得到